庆祝一年一度的儿童姐 草屯镇湖山国小今天特别精心策划了一场欢乐的儿童姐活动 除了有学生爵士鼓表演及热舞表演等 并且举办模范儿童颁奖 鼓励他们在学业及品德上的好表现 我们这次模范儿童呢 总共有14位学校的模范儿童 一位正模范儿童 还有一位呢是全县的模范生 那这些孩子们呢 他们在平常的生活的表现 还有学习的用心 还有呢平常呢 一些能够为班上服务 都值得成为孩子的 其他同学的楷模 我们特别呢 这次呢来表扬他们 希望呢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彼此 同才往前进步的一个动力 孩子们看着手艺纯手的师傅 操作食材加热 然后碰了一声 小朋友捂住耳朵 又期待米香美食模样 让师生乐开怀 借由这次的儿童节 我学到了爆米香可以经油热而爆炸 变成爆米香 我今年很期待看爆米香 因为我之前有吃过 可是都没有看过它是怎么爆的 今年这个儿童节我觉得是办得最丰富的 因为有爵士鼓的音乐我觉得非常好听 还有爆米香我也觉得非常好吃 活动中最吸睛的就是令人大开眼界的怀旧爆米香 这个点子是家长会讲成仲彦想的 经费也是由他赞助 目的是要让孩子怀念古早的点心 透过有趣的爆米香活动 更进一步认识生活中科学的应用 也学习和同才分享美好的事物 儿童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 我祝全部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那今天有一个爆米香的活动 是希望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了儿童节 而不只儿童节 我是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健康活泼快乐的长大 来了解这个米食的文化 还有呢 如果透过科学的原理 能够产出这个好吃的爆米香 也让孩子们体会一下怀旧的儿时继续 家长会也特别制着每一位学童欢乐文具 像蝶蝶乐跳起智慧房块和粉彩笔等 虎山国小策划的儿童节活动内容精彩丰富 并且也特别延长下课时间 让学生尽情在校园内开心过节日 记者洪一伦炒豚采访报道